可以看到民眾提著行李 臉上滿是喜悅 搭著火車 因為山陀河颱風來襲 導致北迴線56K處被土石掩埋 花蓮鐵路交通中斷 經過台鐵貿雨 連續搶修六小時 四號清晨5點45分 北迴線終於順利通車 帶來聽一段民眾訪問 耽誤了四天 四天 那你怎麼知道今天有第一班車 有三十號有來 結果就是停止 然後後來就是今天早上我打電話 打電話到這邊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就趕快坐第一班車 那終於通車可以回家了 花蓮火車站從清晨就有旅客 拿著行李迫不及待 搭乘第一班 由花蓮開往樹林的太魯閣號 有旅客受訪時表示 原本打算在颱風前回家 但道路中斷被迫滯留 等了四天終於能踏上回家的旅程 心情興奮感動 還有一群婆婆媽媽表示 得知消息後 便馬上搭乘第一班列車 經過台天努力搶修 花蓮至台北的交通 再次恢復順暢